苏清泉一早十点到屏东地院提告 九合一大选落幕 原本屏东有望绿地变蓝天 最后小叔对手周春敏 两人票数只差1.1万票 苏清泉要求重新验票 很怕被动手脚 而且好像也发生过 所以我们非常的担心 九合一大选选情冷 投票率不高 屏东县长争霸站 民进党周春敏 21万7千多票当选 国民党苏清泉 则是20万6千多票败选 周春敏显胜一万一千多票 双方投票率周春敏 百分之四十九点零九 苏清泉百分之四十六点五九 双方差距不到百分之三 苏清泉提告要求中央选委会 电脑资料保全证据 呼吁不要为了凑数字 暂停选物或开票 做任何事情都是要官民政大 官民联络 必须做出相关 对于这些争议问题的厘清 否则没有真相 就没有屏东县长 国民党呼喊没有真相 没有屏东县长 屏东县长选举 蓝绿选票最接近一次 周春敏赢得惊险 虽然守住屏东县 但疑点重重的开票 苏清泉提告 希望中选会和司法 给出真相交代 记得张春华 陈南山屏东 采访报导 我是张贝兹 播报新闻任务增广见闻 家世 国世 天下世 世事关心 也带你一起总握 每日时事 日时俱进 所有最新消息 热门话题都在中世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世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 分享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订阅